扑一进那雅士 只见那白衣道人 挺立松然 衣媚毅然 好一派先锋道骨 眼前的小师叔 不由让魏无羡眼前一亮 那风华着实凌凌如松月 魏无羡一脸明媚 倒是身旁的蓝望鸡 一脸警惕之意 只身护在魏无羡身前 魏无羡轻轻挠了挠蓝望鸡身后 揽着自己腰身的手 心 轻轻地摇了摇头 虽然蓝战还是一如既往的面无表情 但是魏无羡还是察觉到了 蓝望鸡的不开心 十分的不开心 魏无羡无奈地笑笑 大步向小星辰迈了过去 身后的蓝西辰对蓝望鸡说道 小道长为人正态 形势稳妥 望鸡不必忧心 蓝望鸡恩了一声 却也与魏无羡保持着半步的距离 蓝西辰顿时心生感慨 魏无羡衣衣衫宽大 但是却也能看出分毫 小星辰一时不敢相认 不过加上 此人与眼前另一位蓝公子 亲密无见 才由此得以断定 眼前的黑衣狼 便是此行要寻的人 魏无羡 只是他没有想到 魏无羡已怀有身孕 他此行来访 确实有些唐突 小星辰弯腰作衣 再下小星辰 魏无羡一回礼 再下词无羡 魏无羡身体不变 蓝望鸡向小星辰汗手致力 便把魏无羡安立在了座椅上 在另外两双眼睛下 蓝望鸡又神色泰然地 从随身的乾坤袋里 拿出一个巷子形胖 平忽软绵绵的靠枕 垫在了魏无羡背后腰间 魏无羡单手扶额 憋住笑人凭蓝望鸡动作 心中暗想 什么时候蓝湛脸皮这么厚了 在外人面前都不知道收敛 这还是他认识的那个雅正端方 注重场合 注意分寸的蓝望鸡吗 这可真真是自己把人带坏了 幸亏蓝老头没有在这里 不然肯定被弃成什么样子 哈哈哈哈 还好 还好 他没有在外人面前 把自己再次裹成一个球 只是多加了一件衣服 嗯 很蓝湛了 殊不知蓝望鸡已经很是收敛了 只是为魏无羡电了一个靠枕 让他好受一些 毕竟蓝望鸡也不知道 他们要商议到何时 总归与其半路上打断 不如就一开始处理好 座椅上的蓝溪尘 一脸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表情 内心对此表示十分淡定 他面带何旭 伸手邀请一旁愣然的小星辰 小道长 请用茶 本来不渴的小星辰也拿起了茶盖 浅饮了一口水 不出片刻 蓝望鸡朝着弯着嘴角偷笑的魏无叉 轻轻吐雨 好了 并起身向兄长与小星辰汉手以示茧 一 随后便在魏无羡一旁 端端正正坐了下来 神情庄重严肃 一时间 气氛陡然 四人四目相对 却因为刚刚的一段小插曲 谁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事实是 魏无羡一脸庄重 其实还在心中非常努力地憋笑 蓝望鸡本来就不多话 自然不会开口 蓝西辰在等待小星辰 小星辰 一时也无话 最后 倒是是蓝西辰先开了头 他温宇道 小道长 魏公子已至 望鸡也在此 有什么事情 皆可当面戏谈 魏无羡心下已知 眼前人便未未曾谋面的诗书 但是如今 还是抛却这一层身份 先谈正式的好他 玄机正色道 不知小道长 找晚辈所谓何事 小星辰将昨日所欲之事 一一表述 最后正色道 不知这傀儡 是否出自魏公子之手 望如实相告 魏无羡无奈地笑笑 不是 魏无羡心想这小诗书 倒是有趣 也确实是刚下山来 不懂事故圆滑 言行皆依从本心 直来直去 不屈是不避害 好一个坦荡君子 言行磊落 只是这性子 怕是以后吃大亏呀 他魏无羡在这上面 吃的亏还少吗 魏无羡稍加思索 道 道长说 所欲一少年人 此人是何人 小星辰摇头道 不知名不知姓 身穿金星雪浪袍 应该是金家前来叶列的子弟同时 他的眼中浮上一丝愧疚树影斑驳间 昏暗不清 待我杀完傀儡之后 一时黑雾缭绕 阴气其浓且有异动 我以为是纵魁之人 双滑阴气而动 穿林而过 待我看清来人之时 堪堪收回了剑 却也刺伤了他 魏无羡与蓝望鸡目光相视 一口同声道 金星雪浪袍 魏无羡嘴角微勾 眼中亮光滑过 果然 小星辰又言 双滑剑寻气而发 少年言被傀儡追赶 才染上了邪气 声称自己绝对不是纵失之人 他在三保证下 他又讲与我阴虎福之事 我才来此拜访求 正 魏无羡道 因虎福现在姑苏尽至内 层层封印加持 若非蓝氏长老于我 一同我彻近 我自然也是拿不出 小道长若是不信 可前去查看 我修鬼道 练虎福 事出有因 如今因虎福的存在 也非我所愿 至于愧陪一事 要好好问问那一位 金家子弟探探 经过才是 小星辰恍然 那时只见那少年 鲜血四流心中 愧疑尤其 家之傀儡一事 少年分析确实有理 好似的确与 鹰虎福有关 便把此少年放走 分毫不敢 单个遇见来到姑苏 如此想来 他的举动 的确是没有考虑周全 南西辰思绪纷然 魏偶到底是何人所控 又为何会出现在露山 金光瑶今日早晨来信 邀请他前往金陵台 说是有要事相伤 不知是否就是此事 小星辰恍为无限 不向外人所言的 是非不分 是杀成性之人 确实是外边风雨 熟真熟假 又怎能轻易相信 他只信他眼之所见 心中所感 眼前君子朗朗 怎会是那样的人物 他肯言道 魏公子 因虎福并非灵器 鬼道也并非正道 虽说任何法器 任何路数 都是一种工具 一种手段 但是修习欲鬼纵失之术 却极易遭受其反噬 以我之见 还是希望能够规劝魏公子 非万不得已不可再用 若是以前 魏无差必定能对上几百回 但是因虎福的确不该 因虎福的威力 远比他以前预期的可怕与强大 他本想在摄日之争之时 做辅助之用 谁知道他的威力 竟然有引引压过 他这个制造者的势头 况且 这东西他不认主 无论是谁得到他 无论是善是恶是敌是有 在谁手上 他便为谁所用 所以 若不销毁 日后一旦发生变动 后患无穷 魏无献诚恳道 多谢 又道 不知晓 道长接下来有何打算 小星辰如实道 既然傀儡遗物 不是为公子所为 此事我还是有必要追根到底 此番离去 去往金陵台 魏无献接话道 去寻那少年 小星辰道 正是 昨日尚有细节未寻 希望还来得及 魏无献笑言 自是来得及的 刚才一直为开口的 蓝西辰 眉心微动 道 小道长 不如我与你同去 那感情好 魏无献眉眼弯弯 这样小星辰 在金陵台那边 也有个照应 毕竟金陵台 可不比姑苏 而且 到底是谁在 寄予阴虎福 魏无献他如今 可是一清二楚 只是他搞不懂 这三番两次 冒出来的傀儡 是到底要干什么